那么随着奥米克隆变异株出现 那么它对原来的针对早期毒株的疫苗的突破感染 确确实实发生率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要快速的推进 针对奥米克隆变异株的疫苗的研发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 在这个月的13号、14号 我们分别有三款针对奥米克隆变异株的疫苗 已经开展的临床实验 那么预计的话在不久的将来 那么我们这些实验的成果就会形成 如果达到有关的要求的话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针对奥米克隆变异株的疫苗 也能够成功地推进上市 对奥米克side害 马拉穴 都在有缗家出现